新闻深喉咙 有多深 化多深 达克外套拉起拉链 怎么还多了一个面纱 原来这件外套号称具有防纹效果 因为布料添加了防纹注迹 用来减少蚊虫靠近的几率 原本一个月只卖不到50件 不过现在单月热销超过百件 防纹商品五花八门还有像是这样的防纹面罩 不过戴上这样的面罩走上街头 恐怕会引人注目 但对于登山客来说倒是防纹的一大利器 细小的网格状黑色隔离罩 一戴上去仿佛化身为武侠小说的神秘剑客 受到登革热疫情影响 民众防纹意识抬头 防纹相关产品订单跟着大增 有因为登革热的疫情 所以我们订单都大概成长五成左右这样 抢供防纹商机日本最新推出的防纹衣 鲜艳的蓝色 粉红色 白色 犹如把整套的蚊帐穿上身 整套重量只有213公克 布料的网眼只有一毫米大小 仔细一看腰部设计的拉链 即使穿着它也可以上厕所 汪汪汪的防纹声响 网路上流传各种防纹的偏方 就连防纹的手机APP也有 不过实际测试看看 却不见蚊子全部被光光 还有人利用柚子皮擦拭 甚至张木屑点烟杆蚊子 但学者专家表示驱蚊效果不佳 都很短暂 建议民众外出可以擦拭核可的防纹衣 甚至穿长裤长袖 避免蚊虫叮咬最有效果 记者周丁好 李文科台北报道